如果可以 請提醒小姐主動約出來當面對手接談就好了 有一次我打給小孩 然後他不小心照到他的腳 我想說他怎麼腳黑黑的 然後我問保姆他說他去外面玩土 等一下要洗腳吃飯的 就把我刮掉 隔天我直接過去保姆家 小孩說那個 他的陰莖是叔叔用剪刀用他的 他講是用杯子倒他 我今天跟您受訪的時候 你也不會多做說明就對了 我覺得沒意義啊 如果家長自己要閃避 而我們有去想跟家長講 家長一直在吵 一直說不需要多做解釋 那麼久都沒了 他們一直覺得自己認識是這樣子 那我也沒話可說 那你可以回溯一下當初小孩發生事情的過程嗎 這個請林信小姐出來之後 我們再一直講好不好 小孩子的下體跟腳的部分 你可以說明一下當初的狀況嗎 你他他好像是說小孩是跌倒造成的 是嗎 對啊 那個腳的部分 我沒有跟家長講 我只能跟你說 就是請你跟對方講說 有事情就請對方 直接來連續我們 我們連接面談 那您沒有辦法這樣子在現場講嗎 我在開車 我跟你講啊 雙方都有各有台詞啊 父母見面講啊 就這樣好不好 一定要見面談嗎 他昨天跟你講 媽媽講過我 我在開車 那你就講一句說 回溯現場的話 小孩子是跌倒的嗎 我在高度公路上欸 我在高度公路上欸 在高度公路上欸 就叫一下 我來找一個人 在高度公路上便是 卻看得到 在高度公路上便會 你會在高度公路上提到 通讀ashi